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主角游戏苏包,我是你们苏包金灵讯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是刚刚登陆Switch平台的一款国产独立游戏,名字叫做幽灵怪谈 这款游戏是由国内的游戏制作公司制作的一款游戏 由Next工作室发行 然后也感谢Next工作室提供的游戏的下载码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 这游戏是一个中国风的这样一个横板动作游戏 基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与春秋战国历史紧密结合 然后加入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科幻设定的这样一个游戏 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进入游戏来试玩一下吧 这个游戏之前在Steam上发售过,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 游戏的画风我挺喜欢的 非常好看 还有中文配音啊 这一代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像是军府将去新府,陈下刺烧王上 宁臣残骸忠良 宁臣残骸忠良 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 是君是负 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嘖嘖撑起了 在天子朝堂,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 嗯 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 叫做战国 康宫十九年,支付彩义中的一簇建国,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围眸 啊,这个音乐好呆感啊 妹妹,快醒过来 舒姜 阿子 父亲气息烟烟,恐怕时日无多了 时日无多了 你要是再不去看他,会留下终身遗憾的 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 乌儿从不出嫁 父亲他 傻妹妹,这是约定好的日子 凭你我之力,能改变什么呢 我 我不甘心 快去大殿吧 我在那里等你 他姐姐要出嫁啊 今天 唉 操作啊 激活魂石是ZL 防御箭是L C2恢复 R闪避 X大刀 Y是双刀 跳跃是B A是交互 OK 双刀 这大刀,我想好像摁不出来啊 交谈一下 妹妹,快去看看父王吧 哎呦 王姬请留步 大王身体不适需静养 如今不见任何人 大胆 是谁的命令 尽敢阻我见父王 啊 王姬请息怒 田侯这一切也是为了吴王 田侯啊 感觉应该是个 田侯这是要造反吗 尖诚啊 还请王姬大人 故意不让公主见皇上 我倒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 我倒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 哎呦 给打了啊 试破 上古陵域雕琢磨而成啊 驱鬼辟邪的那个技器 后背即将古神血脉炼化成为斩妖出魔的御敌神器 古神血脉才能缺取 五个歪剑 呃,是卷银 歪歪歪歪歪 空中的话 五个是偏武 碎斩 下加歪 呃,玄武空中下加歪 OK 来吧 来吧 好,哎呦 哦,可以 荒破 击杀怪物会获得黄色的荒 荒魂和绿色的荒魂 黄色是升级啊 绿色可以恢复自身的气血 OK 齐宽公啊 这看起来病得不轻啊 父亲 不知道这个画风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像那个龙分镇 感觉有点龙分镇的影 哎呦,这什么啊 飞熊 哎呦 哦,有一个 好,躲一躲 呦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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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J2可以回去啊 哎呦 我藏了 在空中也可以这个闪避啊 好 哎呦 哎呦 哎呦,我操 回个机 哇 好 闪一下啊 这个R这样会有一个无敌针 哦 OK 站掉他了啊 这齐康公是被妖怪附起了是吧 王上 这变成了王姬刺杀了皇上是吗 我竟然杀了父亲 竟然杀了父亲 竟然杀了父亲 这不是明显就被人陷害了吗 我做了什么 这个画风很像那种服饰会啊 挺好看的 按下-号键可以显示地图和所在的位置 哦 有地图可以 我该怎么办 阿姬已经被田师带走 田师 好在 商店还在我身上 那是感觉 王姬大人 王姬大人 住口 不许叫我的名字 你手上捧着的 哼 这也是父亲的东西 什么 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 禅 王姬大人 您可不能啊 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 王姬大人带走了王上的陪葬品 皇上都死了 陪葬有什么用啊 禅 呃 将是祖传至宝啊 收可纳入碧式禅玉之中 呃 可化作坚重护体 轻弱禅玉 却映如玄铁 L键 完毕即将受到攻击的时候按下L键 OK我们来试一试啊 有一个这个护盾 即将挨打的时候按L键 应该就有一个应该会有一个 好 看一看 好 OK OK 这游戏的高难度应该挑战性蛮高的啊 好 哎呦这家伙 这家伙还有护盾啊 还会举盾 哎 这是她姐姐 阿姐怎么在这儿啊 妹妹 这里 阿子 我该怎么办 阿子 我杀的明明是吞噬活着的怪物 怎么会是父亲呢 他父亲就跟怪物合体了吧 这一定是天使搞的鬼 我去找他说个明白 傻孩子 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 你快走吧 不 我要阿子和我一起离开这里 父亲要我嫁给天后 我不会有事的 他姐姐不会 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 那里没有什么看守 会跟那个田氏是一帮一帮的吧 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 活到最后的人才是 我们要去楼顶啊 长按B键可以跳得更高 OK 可以二段跳啊 在跳跃过程中再次按下L键 OK 可以二段跳啊 在跳跃过程中再次按下L键 这种音乐 我们现在好像还没什么其他招 后面应该有各种 不要被他们两面加攻啊 打这种横板的最讨厌就是被人两面夹着打 你有可能就会被人摁在地上打 存档铁可以恢复气血并补充这个迎春 啊就是可以补充这个回血的这个数量 你们看到我们这个回血的数量在左上角啊 有一个乘一三对吧 就那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三次回血 来人哪射箭 这个田氏看着就不像好人 不准给我留火口 他姐姐也挺不容易的啊 为了救我们对吧 地面或者空中按下R会有一个无敌的时间 小心一点啊 哪来这么多箭啊 这个游戏的打斗的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的 希望想要搞 哎呦 越来越要出现 小怪物是什么 饿鬼 饿鬼是谁啊 哇 我就不愧是要跑步了吧 玩 你妈是要跑步 哎呀 操 快跑快跑 这里不能跟他们打 这里应该是个跑步关卡 国宴应曾预言齐政足归天使 但是齐国江氏国君不以为谨 沉溺酒色不理朝政 康宫十八年齐王姬即将背负士妇嫌疑 长公主淑江也沦为天河之治 淑江劝秦媚求生以图来日 仓皇出逃中 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 揭开了怡云丛生的篇章 天使派出重兵四处追凶 广发通缉 领约格杀勿论 即将再逃 田河宏生变术 未公告天下刚攻死去 他还没有公告天下 或不明旧礼 或已归于天使 即将投靠无门 山穷水晶 林姿城外的经济林 被视为不祥禁地 追兵轻易不敢闪入 生怕惊扰鬼神 祸及极深 即将暂时得以喘息 是谁 用神之血唤醒了我 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 那这个血脉看起来很长啊 我是齐国的季将康公之女 齐国的王姬 果然继承了古神血脉 古神血脉啊 都是 难怪你能驱使使破 寻常人使之日 只能当辟邪的装士吧 你说我的双剑 这是我幼时抓住所得 之后就一直带着神殿 这古欲所至的神剑 你如果好好修炼 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 我再赠你一柄神器 我又送给我们武器了 赤箫 赤箫 这神尊不会是后裔吧 人摄日 你可以用你平天下 安百姓寻找天秘之日 结束这段事 这是你的使命 原来是摄日的后裔 哦原来他就是后裔啊 承蒙亲眼交托大人 可是我不能 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 怎会是父亲 阿兹也在他们手上 我要找出真相 我要回去救他 还想要找真相啊 真相并不那么重要啊 谁有能力 谁说来都是真的 一夕见到了三位 我只在书册和画像上 才见过的人 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 他们一定知道什么 我要去找他们问问线索 现在的你 无论是身体还是星星 都太弱小了 去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 然后 拿上你的兵器 快去吧 离开这里之前 先去见一个 他能助我事半功倍 多谢 告辞 这个应该就是重攻击啊 X件对吧 后翼所动 由后翼当年射日之箭锻造而成 三个X叠浪 空中三个X 地面上上左摇杆加X OK 我们来试试啊 这里有个谁啊 2 3 这个攻击好重啊 我们空中试一试啊 空中是这样子 上加这个 OK 空中上 好 这是女的谁啊 交谈一下 我早已立下重视 再不注尽 你请回吧 这干将摩依啊 摩依啊 这是 我不是来求见的 故意请我来求你指点迷津 后翼 你手里拿的 莫非是赤箱 正是 方才后翼所赠 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 看不出来 后翼为何对你清廉有加 这天地皆有很多魂魂之力 可以用来锻炼肉身与兵器 锻炼肉身与兵器 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外 也能助你提升能力 哦 可以升级啊 应该是 我们去看一下 应该是可以升级我们的能力 在存档点可以消耗荒魂解锁角色能力 装备和更换随身携带的魂石 这系统还挺完善的啊 升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1000多啊 可以升级一个看一下 Y攻击中 Y攻击中按下R或者L 哦 哦 玄武强化 重影 完毕后快速按Y 哦 这就是一个反击啊 换日 长按下加R 这1500我们还开不了啊 灵杖 减少崩坏攻击造成的伤害 哦 回春可以使使用次数增加一次 我们先把这个给点上吧 让我们的这个回血次数多一次啊 好吧这样就可以有四次 这是谁啊 这感觉像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真卫啊 填海的 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来这里 林姿即将 林姿即将 齐国的王林姿 这还是我们山东啊 我也曾是君父的掌上明珠 去意外早要 我不甘心就此只能化身为鸟 一直期盼能重生于人间 原来你是盈利者 我没有想到阴阳两界真有一日能被打倒 我虽然得以归来 但也有众多冤魂邪魔轻弱 这里已经不是我所熟知的世界 我该怎么办呢 跟着我走吧 啊你不跟我走吗 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可以往哪走 特殊状态 霸体 怪物在霸体状态下 我受到长安壁可以跳得更高 具有异能之人 收服 这个就它里边是有一个收服的 我看起来好笑 我从小就很擅长的奔跑 没想到却用在了今日的头 出生期我就没有离开过公园 但是齐国 齐国有想象中要找很多人 就在我厌倦了漫无陌地的寻找时 在边境大营的经历里 给我带来了一线光明 公园里出现了蒙面将军 就出现在这里 蒙面将军 是谁啊 啊 这里边有东西啊 收集收集 哎呀要战斗了 估计 从今天起我改名小白了 乖乖都知道一下 这这小冰怎么这么好笑 八大 之前因为必会骑完工才不要 嘿嘿 齐国现在的太公信田 就此恢复使用 小白 听说总是已经起兵了 通缉令在我这呢 这位朋友 你怎么看 我吗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我要见将军 你们知道他在哪吗 这会儿没见着啊 在大营里面吧 这两个兵 现在还没有认出我来是吗 那人谁啊 那人谁啊 不知道啊 我以为你认识呢 配音好多啊 你快查查通缉令吧 搞不好就有这家伙 这两个人的反应慢半盘 笑死 不错 干咬他们 这个重攻击 他有时候攻击的比较慢 虽然伤害比较高 但是你有可能被敌人给打到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点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我接着该往哪走 怎么不让走了 走错路了 好像路没走对 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还有其他的路 果然从这边可以上去 可以从上面走 看地图的话 刚刚好像可以从这里 从空中这个重击 感觉好爽 对面好像是有东西 让我隐藏 继续往前走吧 哎呦 好嘞 这一套打的行云流水啊 对不对 这个大鸽子的动作比较慢 所以其实可以用重攻来打 那走的很慢 你可以用那个重攻先蓄个力 哎呦 上边有一个机关对吧 我们可以从这儿过来 应该是从这儿走吧 OK可以下来啊 不然应该是从这儿走 不然应该是从这儿走 这田将军感觉很猛的样子啊 将军大闹军营的好像是僵尸的通缉犯 僵尸的通缉犯 这两个小兵在这儿动什么鬼点子呢 特殊状态倒地啊 倒地状态的敌人受到的伤害较低试破技能 可将倒地状态的敌人打至浮空状态 哎呦 完了被他打了一架 走啊 这个时候必须要走 千万不要 不要被顶在两边 好吧 可以把他打起来 打到空中 好的 没没浮空起来啊 还好就是也打死了 就是 这个美术风格真的很像龙村正啊 包括这个地图 跑图的方式 那大家有没有玩过龙村正啊 龙村正是香草寺出的一个一个也是一个动作游戏啊 一枪二不就升个级啊 空中按R或者L键 打断双高的攻击 下加我们这个吧 解锁这个技能吧 空中下加Y键 下加Y键 好像升级了也是 应该要打Boss了 一般这边出现存档点 一般就是要给你 回个血打打Boss 对吧 哎呦 这怎么还有空中的鬼啊 你说不讲科学可能 哎呦我操 这什么 谈反飞行物 哦 可以给它弹回去啊 OK X键或残余技能 这怎么给它弹回去啊 他这个从上面打的 我是不是弹不回去啊 哦 可以 也是要用这个X键 哎呦 音乐变了 哦 老将军在这儿 来吧 干掉这个五将军 小娃娃 你白白送死 这配音很不错啊 这配音很不错啊 你是 那个时候出现在公园里的 那一刀刺的好啊 那样的父亲 你早就看不顺眼了吧 父亲 父亲不是我杀的 你明明看到了 父亲不是我杀的 他是不是其实是被施了障眼法呀 吴子叙啊 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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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来 哎呦 哦 这我们不能看到啊 哦 我操 哎呦 这个好像是站在他周围就会被打到啊 啊 我刚好像还触发了几次弹反 是不是 哎呦 我操 快要死了啊 他 好的 想要真相就上 尸骸山试试 哎 你还没死啊 哦 他谁要让我们进这个宫殿是吗 哦 这里是不是有路没路了 你看一下哈 应该只能去这个妙这个地宫啊 是什么 尸骸山是吗 OK 好了啊 因为这个试完时间的限制啊 我们今天试完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吧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完这个游戏是一个国产游戏啊 来自这个我们熟知的这个 腾讯旗下的这个 NEXT工作室的这样一款作品啊 名字叫做幽灵怪谈 然后这个游戏终于也是移植到了这个NS平台 大家如果喜欢这款游戏 可以去找一下 游戏已经正式登陆Switch平台了 好了这里是主机游戏粗暴 我是你们粗暴君灵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评论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